据国防部官方账号发布的消息 3月23日 菲律宾舰船擅闯中国仁爱礁临近海域 图谋向其非法坐摊军舰实施运捕 对此 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对非方船只实施规制 拦阻、驱离 坚决打掉非侵权挑衅图谋 此次事件完全是由非方挑衅姿势引发的 中方处置合理合法、专业规范 据网上发布的现场视频 负责拦截驱离的一艘中国海警船 启动高压水炮喷射飞船制 其中一艘飞运捕船遭到水炮喷射左右摇晃 船上的人员见状不断挥舞白旗 而白旗是表示投降的旗子 2023年1月3日 马克思总统访华 随后中非发布联合声明 在关于南海问题上 中非重申维护及促进地区和平稳定 南海航行和飞越自由的重要性 同意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以及联合国宪章 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基础上 以和平方式处理争议 既然马克思同意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以和平方式处理争议 可是为何三番五次派出船只挑衅 2023年5月1日 马克思访问美国 期间 美非进行了一些利益交换 菲律宾向美再次开放军事基地 此举有两方面的意图 其一是迎合美国的诉求 为美国介入未来可能爆发的台海冲突 提供立足点 美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后 承诺在非投资1.7万亿比锁 其二 马克思以台海问题为筹码要挟中国 一方面试图迫使中国在南海问题上让步 另一方面迫使中国加大对非投资 以削弱美对非的影响力 马克思想要从中美博弈中 通过左右逢源两头通吃 获取更大更多的好处 但是马克思并不想让菲律宾变成第二个乌克兰 也就是说 马克思不想玩脱了 3月20日 彭博社报道 马克思在接受该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国对非威胁持续增长 但他不希望通过惹熊的方式 对华发起冲突 无论是海警力量还是海军力量 菲律宾都不是对手 升级挑衅是在自取其辱 在这种情况下 马克思需要在挑衅中国攫取利益 和防止玩脱了之间找到合适点 中国看清马克思旨意在南海挑衅的动机和图谋后 需要从两个方面应对 第一 与非在南海摊牌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中国绝对不能像俄罗斯那样掉入美国设好的陷阱里 要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 就需要与美非军事力量针锋相对 让他们明白解放军不是好惹的 解放军表现得越强硬 南海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就越低 因为菲律宾并不想做第二个乌克兰 第二 以专业的方式和理性的态度 处理中飞南海争端 如何做到专业理性 当飞派出船只擅闯仁爱骄或黄炎岛 如果中国海警直接撞翻飞船只 或者说直接使用舰炮摧毁飞船只 这就非常不专业 中国海警逼近飞船只但是不接触 或者用水炮喷射 不对飞船只造成重大损害 这样做既能驱逐飞船只又能避免事态升级 这样的处置方式就非常专业理性 从近两年来看 中国海警处置包括中飞南海争端的方式 都极其专业理性 值得赞扬